羅馬天主教梵蒂岡教廷自3月5日 出現了首例中共病毒的確診病例之後 目前高層共有9人確診 為什麼小小的梵蒂岡會在肺炎的疫情中淪陷 下面我們一起來看一看在這些年來 梵蒂岡是如何背棄聖經的教義 並與中共越走越近的 梵蒂岡常駐人口830人 截至4月21號 梵蒂岡確診9例中共病毒個案 包括羅馬教區紅衣主教韓吉洛德·多納提斯 感染率超過1% 3月27號晚教宗方濟各 獨自站在聖彼得廣場祈禱時說 我們變得恐懼又迷茫 至於鏡頭 通過網絡傳給了全球的天主教信徒 作為天主教會最高權力機構盛坐的所在地 梵蒂岡為何會被中共病毒攻破 旅美時事評論員田園表示 歷史上古羅馬發生大瘟疫時 受到羅馬帝國迫害的基督教徒 在瘟疫中卻很少染病 大多數染病者都是羅馬帝國中不信仰基督教的人 而今天的梵蒂岡卻被中共病毒攻陷 和當時形成鮮明對比 自從1958年的武漢自選自勝事件 梵中關係決裂60年 梵蒂岡不承認哪些由中共通過自選自勝程序任命的 所謂中國天主教主教 然而這幾年來 情況開始改變 2018年 中泛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 隨後教廷讓步承認中共非法祝聖的主教 這是60年來首次 對梵蒂岡親共路線持堅定批評態度的香港前主教陳日鈞 痛批教廷向中共徹底投降 不應該對中共的人權迫害噤聲 BBC發文認為 梵蒂岡跟中共簽署協議的考量之一 使未來中國的基督教徒可能會呈現井噴勢增長 為了進入中國的宗教市場 梵蒂岡必須和中共搞好關係 事實上 在2016年的中國新年到來之際 方济各發表的講話就已經令外界吃驚 除了對中共的讚揚之詞 方济各也必談人權及中共迫害天主教徒等話題 在這之前 盛作代表團於2015年10月訪問北京 對於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 梵蒂岡則選擇了沉默 對北京毫無微辭 陳日鈞在媒體撰文表示 去年6月 他飛到羅馬向教宗當面陳情 但5個月後 梵蒂岡沒有對香港民眾抗議 或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發表任何聲明 和這個中共建交變成了中共可以操控的這樣一個傀儡 梵蒂岡對中共的妥協並不限於此 2017年2月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是羅馬教皇的公開信指出 梵蒂岡宗作科學院即將舉行的反對器官販賣峰會 邀請嚴重事前參與中共活摘器官的黃潔夫 和王海波醫生作為嘉賓發言 是為中共活摘罪行洗牌 黃潔夫後來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透露 宗作科學院對他的邀請 受到了多國共12名醫學倫理專家的抵制 要求教宗停止讓梵蒂岡 變成為中共活摘器官罪惡洗白的場所 黃潔夫還炫耀的對記者描述了 宗作科學院院長索隆多主教和教宗對他與會的支持 索隆多不僅歡迎黃潔夫到梵蒂岡 也盼望著自己能被邀請訪華 他的願望很快達成 並在隨後接受媒體採訪時狂讚中共 甚至為中共非法移植器官洗白 中泛於1951年斷交 學者分析如今這些訊息都反映了 中泛建交的可能性提升 而有關教宗方濟各一個公開的秘密是 他期盼訪華 這幾年來 方濟各再三向北京伸出橄欖枝 表示願意訪中 這或許也是教廷在2018年 簽署范中主教任命協議後的下一個目標 2014年8月 方濟各飛越中國領空時 還曾向隨行媒體表示 范蒂岡對中共隨時敞開接觸大門 如果可以 明天就出發 在這次疫情中 中共的隱瞞和拖延 導致全球都在承受巨大的惡果 然而 教宗方濟各卻公開稱讚 中共為遏制中共肺炎付出巨大努力 范蒂岡外長加拉格爾大主教 2月份在德國慕尼黑 還與中共外長王毅會面